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我们来做小西葫芦酿虾仁 口感清爽咸香,非常好吃 先来准备虾仁 新鲜的大虾去壳 开背去掉背上的黑线 冲洗干净后加入一勺料酒 一点点盐 再磨一些黑胡椒粉 拌匀腌制十分钟左右 绿皮小西葫芦尽量用粗一些的 这样比较容易去腥 去掉两头,切成厚片 用圆形的切刀挖去中心的瓤 去掉的瓤也不要浪费 可以剁碎了吃饺子馅 或者是做老北京胡摊子 没有圆形切刀的 可以用勺子或者是小刀来操作 边缘不要太薄 这样后期不会太软塌 切好的小西葫芦先下水抄一下 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一分钟左右 不要煮软了 然后把虾仁也下水抄一下 虾仁变色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来准备蛋液 先放一点剁碎的蔬菜 你可以用洋葱 胡萝卜或者是西兰花都可以 打入一个鸡蛋 磨一些黑胡椒粉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些盐 搅拌打散 平底锅薄薄的刷一层油 然后码入超过水的青瓜圈 在每一个青瓜圈里 舀入一勺鸡蛋蔬菜的混合液 蛋液不需要放太多 如果太多后期烙制的时候 蛋液不容易凝固 另外要给虾仁留出一部分的空间 加好蛋液后 每一个青瓜圈上面放一个虾仁 小火慢慢的烙 你也可以在表面撒一些红的 或者是绿的蔬菜碎 煎至蛋液凝固就可以出锅了 在表面可以撒一些干的欧芹碎来提香 摆入盘中 然后可以加一些小西红柿瓣来装饰一下 虾仁的鲜香配上青瓜的清爽 这款菜特别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